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新世界创学网的杨梦依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学习N2红宝书词汇经讲 第20单元的单词3 首先第一个单词 弱丸 看到这个词呢大家一定会想到 它相对应的一个他动词形式就是 弱丸 弱丸 弱丸和弱丸 一个是减弱对吧 还有一个是使之减弱 使衰退的意思 比如说風力呢减弱了 体力呢减退了 变弱了的意思 它所相对应的对异语 加强了逐渐变强增强是 那么也同样的前面 一对一组 弱丸和弱丸 然后面一对一组呢就是 弱丸和弱丸 这个火丸弱丸 就是使得火力尖嚣 势力を弱丸 使得这个势力呢减弱 减弱的意思 下面 这个词我们应该也看到过 优弱丸静 优弱丸静 是表示 一个很入不 Middle 的感觉 软弱无力的感觉 优弱丸静 感觉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是那种 就是好像听上去 有气无力的声音 软弱无力的声音 软弱无力的声音 优弱丸静 虽然看上去是非常软弱无力的样子 非常虚弱的样子 但是实际上 力量还是很大的 还是力量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人 虽然看上去还比较的软弱无力 但是实际上它是力量很大的 力量 力量 力量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叫做 力量力量的拥有者 次 落台看就是落榜了 不合格了 没通过了 不称职 对吧 落台って 落台したら来年また行ければいい 这个人心态道还挺好的 如果说没有考上的话 那我明年呢 再参加一次考试不就行了吗 什么什么不就好了吗 什么什么不就行了吗 衣生面で で是表示范围 就在其他方面我们不论菜做得好不好 或者说服务方面怎么样 我们先暂且不论对吧 首先在卫生方面呢 这家店怎么样 落台の店 在卫生方面是不合格的一家店 这个店表示范围 范围 那么如果说 我说今年高考没有考上 这个人呢 他不是要一年复读的时间吗 那么这个一年 他的身份是什么呢 就是 罗人 罗人的身份 就是指那些 考试没有考上 考试没有考上 然后呢 就是一年游荡在外面 没有任何学历的 也没有任何学校收他的 这样一个身份 就叫做 罗人 次 リズム 是指节奏啊 拍子 韵律的意思 リズムに乗って 这个表现非常重要 大家可以记一下 リズムに乗って 踊る 就是他 跳舞 或者唱歌 在不在这个节奏上 节拍上呢 是在节拍上的 就按照这个节拍 在跳动 生活的节奏呢 全被打乱了 这个 狂呢 它是表示狂嘛 就是疯了 完全疯了 这种感觉 比如说 我说这个表 或者这个中 这个表 这个腕が狂っているよ 这个表 这个腕時計が狂っているよ 腕時計 这个腕時計が狂っているよ 就是这个手表啊 它怎么样 狂っている 它疯了 疯了就是什么呀 它不走了 或者说呢 它走的时间不准了 坏了 就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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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还有呢 我们会说 这个人 которые 这些人 aron 那 flows それは愚 corner 这个人 这个人 懵ら confusion 気 が狂う 気が狂う 千円札を百円札に了解する 将一千元的紙鈔 换成百元的紙鈔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了解する 人民元を 将人民币 然后ドルに了解する 将人民币换成这里的美元 了解する 次 这里的零gi 零gi 零gi 零石的意思 比如说 零gi news 零石差不多的这一则新闻 还有下面的零gi休業 零石呢 休夜 暂时休夜的意思 这个是零石 零石 这里呢 有一个词 叫做 念成 就是我们周门当中解释成四个字的随机音变 再次 冷凍是冷冻的意思 比如说冷冻食品 当然它还可以做他动词 后面加する变成一个三类动词 肉を冷凍しておく 表示备放体 事先把肉先冷冻起来 冷冻起来 我们看这里的冷冻食品是冷冻食品 我们学过 比如说那些半成品素食品怎么说呢 叫做 Instant食品 Instant食品就表示 那种半成品 就是稍微加工一下就能吃的食品 Instant食品 那么还有比如说 有一些就是拉面 泡面嘛 就是Instantラーメン Instantラーメン 当然也可以 我们用杯面 杯面 就是那些一罐一罐的杯面 对吧 叫做 Coppeラーメン 当然也可以这样翻译 那么Instantラーメン不一定是Coppeラーメン 因为Instantラーメン里面 那可能还有一包一包一包这样包装 还有一杯一杯这样包装的 那一杯一杯包装的我们才叫Coppeラーメン 一般一包一包这种包装的就叫做Instantラーメン 这种都属于Instant食品 来 次 Wakawakashi Wakawakashi 表示充满活力 充满朝气的 比如说 Wakawakashi Minokonashi 轻盈的体态 Wakawakashi Egao 就是充满朝气的 生机勃勃的笑脸 Wakawakashi 若 年轻人 年轻的叫做Wakai 所以年轻人是叫做Wakamono Wakamono 好 那么课考大家这样一个词 老弱男女 这四个字怎么念呢 一看就知道 后面男女就是男女的意思 老就是老的意思 弱就是年轻的意思 所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 男女老少 男女老少 它念成 老弱 男女的意思是男女的意思 当然在平时我们说男女的时候呢 不是念成男女的而是念成 男女的意思是男女 男女的意思是男女的意思 但是在这个词当中呢 是念成男女的意思 来 次 枠 这个枠和后面这个枠是同音意义词 当然都是做自动词 前面是表示煮开沸腾了 油が枠 就是热水烧开了 还有基本が枠 大家热意纷纷 议论纷纷的意思 大家都在热烈的讨论当中 那么它的一个他动词形式又是什么呢 就是枠かす 也是写成肺 煮肺的肺 枠かす 比如说烧热水 使热水煮开 湯を沸かす 比如说你去烧烤热水 お湯を沸かして 好 下面这个 枠 这个枠是表示产生某种情感或情绪 首先最基本的意思是冒出液体 比如说 温泉が枠 温泉が枠 就是温泉冒出来 还有呢 有种兴趣呢 绝有燃而生了 次 わざと わざと是副词形式 说到这个わざと 大家肯定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叫什么 叫わざわざ 这个副词是表示特意 是含有宝意的 宝意意思的这样一个词 但是 但是わざと呢给人感觉就是故意 那还有便衣的一些含义 说わざと意地悪をする 故意刁难 わざと心にもないことを言う 他故意呢说一些明明心里没有的话 却放在嘴上说 要 わざと わざと 那这个わざわざ 比如说 わざわざ行くことがありませんよ 你不必特地去 不必特地去 比如说 我们的社长 你不必特地去机场接他了 因为他本身他是会中文的 所以不会形成语言上的障碍 说 我所长は中国語が上手に話せますから わざわざ 空港まで迎に行く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よ わざわざ 特意去机场接他 はい 次 わびる わびる呢 是道歉的意思 道歉的意思 失礼をわびる 就是为失礼而道歉 这里呢 謝罪する 謝罪する 表示謝罪 它是道歉的最高级别 謝罪 就是犯了很大的错误的时候 才需要你謝罪 需要你去謝罪 那这里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字 它们分别的音读又是什么 这个动作大家看到过吗 念成 謝罪 謝罪 虽然写成謝 但它却不是道歉的意思 而是道歉的意思 比如说 你要向谁谁道歉 你要向小王道歉 因为这件事情是你错了嘛 王さんに謝罪 王さんに謝罪 向他道歉 王さんに謝罪 对吧 或者呢 它还有一个同音意义词 这个词犯错 也是念成謝罪 也是念成謝罪 但是它是犯错的意思 它不是道歉的意思 好 再看看这个词 这个词念什么呢 训读 训读是念成 つみ 比如说 犯罪 就是叫做 つみを おかす つみをおかす 犯罪 对吧 当然 音读的犯罪也有啦 是你怎么样呢 音读的犯罪 就是念成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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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读的犯罪 犯罪 次 割り込む 割り込む 割り込む是插队 或插嘴 列子に割り込む 列子に割り込む 就是说 插队 人の話に 割り込む 割り込む 就是 插嘴 别人在说话 插嘴进去 人の話に 割り込む 后面这个 割り込む 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的 割り込き 割り込き 写成 割り込き 那么常常我们说的 一割引き 其实就是打九折 二割引き 打八折 三割引き 打七折 四割引き 打六折 那么五割引き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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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半額 所以割引き 割引き 是来自于哪里呢 就是上面这个 割价打折 割引き で安く売る 就现在打折 便宜卖了 便宜卖了 对吧 安く売る 这个売る大家看一下 字还是他 就是动词 应该是他动词形式 卖 那么他的 自动词形式 又是什么呢 自动词形式 就是売れる 売れる 大家仔细看看 売れる和売る 之间的关系 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売る动词的话 売れる 是个什么动词呢 它跟売る之间 相比较起来 应该是 多了一个 可能太的关系 所以売れる 是売る的 可能太动词 大家没有看出来 是可能太动词 可能太动词 可能太动词 那上面是卖 下面就是 能够卖 如果我前面加一个 よく売れる 那就是能够卖得很好 那就是很畅销的意思 所以売れる 就是畅销的意思 而上面的売る 就是卖的意思 它们是一对字大动 再看下面一句 他说的话 那你应该打个折扣 去听比较好 他呢 一般是不说实话 百分之百的实话的 一般都是会吹嘘的 对吧 还是这个意思 割引 那我们有没有看到过 另外一个词叫做 瓦利康 瓦利康 那有没有看到过呢 瓦利康的意思 是表示 AA制 AA制 瓦利康 瓦利康 好的 那 这部分的单词呢 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二次单元的练习呢 我们稍后来看一下 ちょっと休憩しましょう 都拿着 我让它再次变成了 我装成了